好 那请高老师回到木箱的分页后 就是这边上方有一个这个挤出的功能 按我们的滑鼠左键 然后这边就会跳出这个挤出的挤出1的视窗 好 那这边的话有写 有一个要挤出的面与草图的区域 那我们就选择我们早上画的这些草图 那我们一次就建一个 这样方便我们在等一下要插入图件的时候 然后就不会都挤在一团 那这边的话我们这边上版的部分 我们这边这边有一个结束的类型 那这边通常他都会预设是给定深度 那这边就不用特别调整 好 那有时候他可能这边方向会稍微需要调整一下 就确保他的箭头是在上方的 那深度的部分我们这边我们就给他50 然后按打勾 那这样子我们的3D的第一个零件我们就建出来了 那他草图会自己消失是正常的 那这边我们可以这边他有一个眼睛就可以再把它打开 他就会再出现是我们的草图 好 那请各位老师先帮我知道建模的这一个步骤 谢谢 然后草图的部分他通常建立完成一个 自己建立完成一个零件之后 草图会自动自动隐藏 那没关系我们这边可以移到这个草图上方 然后这边有一个眼睛的部分 把这个眼睛点下去按我们的滑鼠左键点下去 他就会再把我们刚刚画的这些草图再是显示出来这样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挤出我们这边草图上面的剩余的两个草图 那我们一样就是挤出 然后选择我们建立的这个草图 然后我们的深度一样都是给50 然后这边打勾 好 那请各位老师先帮我把这个草图里面的 这个页面的草图都先把他的那个零件都先建立起来 好 那我们这边3D的都建立 这边的零件都建立完成后 我们在这边左侧的这个列表 这边写着这边有零件 然后下面这边写着PART1 PART2 PART3 那我们这边把它重新命名 方便我们等下在做组合键的时候 可以知道我们的零件在哪里 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在这个PART1的零件上面 我们按下我们滑鼠的右键 在这边重新命名 那我们这边PART1的话我们就命名为我们的上版 PART2的话我们就命名为我们的下版 那PART3的话我们就设定为我们就命名为我们的左右版 那请各位老师先帮我做到这个步骤 好 那这边刚刚有老师提到就是有三个颜色不一样的问题 那这个其实没有关系 它这个颜色不一样就只是为了区别说这个零件是不同的 就不是同一个零件这样子 好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就是去更改我们的颜色 让我们的就是整体设计出来的东西会比较美观 好 那这边的话我们一样这边在零件的这个部分 在滑鼠我们移到我们的这个零件上版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按下我们的滑鼠右键 那这边的话有一个这边编辑外观在第四个编辑外观 这边我们按滑鼠左键点下去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的颜色 那这边颜色的话我就选择这边棕色 橘色这一排的最后一个这边棕色的部分 好 那我们可以这边连续选取 那我们就可以让这边的零件版都变成这个棕色的这个颜色 好 那各位老师可以先试试看看 好 那再来我们到我们的稍等一下 我们到我们的虫洞键这一边 好 那因为我们虫洞键这边我们是画的 我们是在右侧的视图这边画的图 那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摄影机 那可以调整方法 我们可以这边这边下面有一个小的正方体 那我们点下去以后 然后这边有一个等角 等角视角 然后我们可以我们的滑鼠左键按下去 那他就会帮我们调整 那这样子就会调整到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这样子再方便我们等一下再做挤出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的厚度 或者是我们挤出的方向是不是对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再继续挤出 那一样我们这边上方的功能列表 这边我们一样选择挤出的这一个功能拥 好 那挤出确认我们有选到这个挤出的草图里面 好 那我们这个直径50的这个圆 我们挤出的长度 我们把它设为1200 那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挤出来我们要的那个圆木棍 好 那草图我们一样再把它打开 好 那请各位老师先帮我挤出这个圆木棍 好 那这边这个小圆这个直径30的部分 所以我们一样再挤出 那一样我们选取这边的挤出 然后点选我们这个的圆 那这边的直径30的圆的话 帮我设定为这个深度设定为400 好 那也可以请各位老师先操作到这边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那这边这个长方形一样我们挤出 然后点选我们画的这个草图 好 那这次的深度的话 我们就给它25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一样打勾 好 那挤出完之后 我们一样照着刚刚的步骤 再重新的命名我们的零件 那零件1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圆木棍 那零件2的部分 我们就叫它为虫洞件2 那这个木这个长方形的这个 我们就叫它虫洞件1 那请各位老师先帮我做到命名这个部分 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就是更改它的外观 好 这边一样 我们点选我们的滑鼠右键 然后这边一个指定外观 那指定外观我们这次的颜色 我们就选一样是橘色这一排的第二个棕色 然后我们这边每一个都是这个颜色 好 那也请各位老师帮我 可以试着更改一下外观 那虫洞件2的部分是我们圆棍 就是30 直径30的那个圆棍 虫洞件1的话就是那个长方形 好 那至于长度的那个部分的话 就是这边挤出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要调整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挤出 我们可以在这个挤出这边 我们按下我们的滑鼠左键两下 这边就会跳出来我们挤出的这个视窗 那这边可以调整长度的部分 是这边深度的部分 这边我们是调整1200 那如果要调整一下的话 就是可以直接从这里输入 那如果要200 这样他就会输入进去 他就是会直接调整 对 那颜色的部分 如果各位老师想要自己调色 其实也是没有关系 就是他有这个功能是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去设定 他的外观是要怎么样 那如果就是要调整他的外观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零件上面 然后按我们的滑鼠右键 有一个编辑外观就可以去调整我们的颜色了 好那各位老师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下一个部件 好那我们现在的话 欢迎我们把手这个部分 那一样我们可以来先调整一下 我们的摄影机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挤出的零件会比较清楚 那我们一样这边 这边有一个右边有一个正方形的 正方体的这个 那我们再切换我们的视角 让它变为灯角 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图 好 那一样我们这边按挤出 然后选择我们这个 六边形 那这个深度的话 我们就一样给25就可以了 好然后我们按打勾 那草图隐藏掉的话 他这边都有一个眼睛可以直接按开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画的草了 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草图了 好那先请各位老师做到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就因为我们这边 我的设计的话 他这边是有做导圆角的部分 那圆角可以帮助我们的零件 就是不会那么的尖锐 可能在我们制造出来的时候 不会那么的尖锐 也可以兼顾到美观的功能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把手 添加我们的圆角功能 那圆角功能的话 我们在这边这一排大概第五个位置 这边有一个圆角 那我们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 这边就会要我们选择 就是需要圆角这个图 然后我们可以把按我们的滑鼠的左键 把这个零件框起来 就全部的选取 好 那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嗯 他有点遮住 但是可以看到他的 的那个边线 就不会那么的锐利 就会比较圆一点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半径 那这边我们的半径 就一样 两 两mm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按打勾 那就可以看到他这边 零件的部分 就有帮我们导圆角 那各位老师可以先试看看 这个部分 好 那再来我们再继续挤出我们这个 另外一个握把的部分 一样我们按出 我们按下我们的挤出 然后选择我们这个要挤出的这一个面 好 那这边的深度的话 我们就给他75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点造型 然后这边的话是 他看起来有点像是那种 有拔膜过 所以我们就使用这个拔膜 这边 这边有一个拔膜 我们按下去 按打 把它打勾 那这边的角度 他就是预设 他就直接是预设的三度 我们就用预设的三度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到 他就有这个拔膜的形状就可以出来了 好 那各位老师可以先试看看 好 那我们这边 把手的部分就都完成 那我们就是在重复 刚刚的重新命名 以及编辑外观的部分 那这个这个六边形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他叫做把手一 然后这个part2的部分 我们就去命名为把手二 好 那各位老师可以先进行重新秘密 然后我们可以按我们的花束的左键 这样子拉一个框 就是把它全部框起来 然后就可以 可以就他就可以全部的那个锐利的边 就是都会帮你导成圆角这样 然后圆角的半径就 我们就调2mm就可以了 旁边的握把2的话 它的深度是75 那都OK的话 我们就进行下一个步骤了 好 那这边我们重新命名完成后 那我们一样再去更改它的外观 一样就是我们把滑鼠 移到我们的零件上方 然后点选我们的滑鼠的右键 右键这边有第四个 这边指定外 我们编辑外观 这里就会出现调色盘 你就可以去调整我们要的颜色 那这边的颜色的话 我是选择橘色这一排的第三 倒数第三个这个棕色 那我们这边选取这个颜色之后 这个零件就会变成我们要的这个颜色 那我们可以再点选旁边这个 那它也会变成我们要的这一个颜色 好 那请各位老师可以先试看看 半径的部分是要从草图那一边去 去就是去做调整 那我们这边把手2的尺寸的话是 这边指径是30 好那把手的部分我们就建立完成 那接下来就换我们的凸轮 以及挡板的部分 那一样我们就先切换我们的视角 方便我们等一下在寄出的时候 可以看清楚 那一样我们这边调整为灯角 好 然后我们一样这边上方的功能 这边挤出 挤出的部分我们点选我们这个拓缘 好 那这边的厚度的话我们就给它50 好一样我们设定完成后按打勾 那请各位老师先帮我做到这一个步骤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 好 那这边的话我们也可以稍微导个圆角 让我们的图我们的图轮会比较好看一些 好那我们一样在这边上方第第六个 这边有个圆角的功能 那这次的话我们就点选它旁边的这两个边线 这拓缘的两个这个边线 上边线跟下边线这边 然后我们的半径 我们一样设为2mm 然后我们按打勾 这边设定我们的圆角 好那陈老师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拔模的确是可以做出我们 追撞的效果 但也是我们通常都会使用起就是会使用到其他的功能 拔模不会是我们最主要使用到追撞的功能这样子 好那这边我们的图轮就 就挤出来挤出完成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另外的我们一个挡板 那它挤出完成之后草图会自动隐藏都是正常的 那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滑鼠再移过去 然后旁边这个眼睛我们一样再把它打开 就会把我们画的草图显现出来 好那这边我们要挤出我们这个花形的挡板 那我们一样按我们的挤出 好然后选择我们的这个区域 这边就会挤出 那这个的厚度的话我们就设定为 设定为25就可以了 好那一样我们这边打勾 好那请各位老师先帮我做到这个 键花形挡板的零件的部分 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一样要接下来下一个步骤 好那我们下个步骤的话 我们就是一样是进行我们重新命名 以及编辑外观的部分 那Part1的话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图轮 那Part2的话我们就把它命名为挡板 好那外观的部分的话 我们这边我们选择这边 这一个红色的最下面这个 那花形挡板的部分 我们设定为黄色的 好那请各位老师可以先操作看看 好那关于陈老师的问题 那他这边如果就是黑黑的这个 因为他是我们草图画的部分 如果删掉可能会去影响到他的其他东西 那如果不想看到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草图隐藏起来 那这样子就是会只剩下我们几粗零件的部分